一起来看这个指示牌出了什么问题 近日有民众发现 罗东中山路和国道5号 侧侧道这个交叉路口的指示牌 指示民众前往罗东夜市 要往右转 往五节的方向 但是在地人都知道 往前执行就可以到罗东夜市 却要民众绕一大圈 于是向地方来反应 觉得相当的不合理 在地人都知道 从五节向西走中山路执行 就可以到达罗东夜市 不过来到国道5号侧侧道下 却有一个指示牌 请用路人右转侧侧道 再由五节路进入罗东市区 变成多绕远路 小姐请问你知道 罗东夜市往哪里走吗 我知道 往哪里走 往 直走 对 直走 罗东在那边 当时我在那边 现在只事 我们去不去 我们去不去 吃虎了 那叫五个鸡 我们是吃虎了 如果不吃虎了 如果不吃虎了 不要吃虎了 这个东西 如果是罗东还是第一扁 所有的第一扁 不要乱扒乱的虎了 吃虎了 有关罗伯的支持 修理在19次 但人民代表是向罗东 他的时间 于是有民众向代表 许俊仁反映指示牌错误 他也认为 假日车流量大的时候 会造成五节路塞车 这种指引相当不理想 当然他现在路牌的这个基标 有可能就是意思说 我们现在假日 很多车都会来 往我们的路灯压区 当然如果说 他现在目前这个基标 如果是说 他要来疏借 要往路灯压区的一些车流量 这也是不理想 怎么说呢 因为你时久 你不让他这个 这个政客的基标 只在台积平线的这个中山路 所以比方 大家就都由这个 高速公路这边这边 由这个指标要走 所有的车流量 是不是最后它的效果 就是接种 打车在这个 五节路这边这边 这样一样也是不理想 所以说我认为 最后理想方法就是说 应该是要由直接 在你一直路格指标 直到台积平线 还是说 设两个指标 一个就是由台这边 一个就是由这边 这个就是川义路这边这边 还是由五节路这边这边 这样就有效 来这个疏解 整个假日前往罗东夜市的 这个车流量 对此 县府建设处交通科表示 因为中山路进入罗东市区后 路宽并窄 时常造成严重的塞车状况 才会用指示牌 将车流疏导至五节路 日后会再做调整 让用路人不再误会 宜兰新闻记者林奇朔 采访报导